大家好,我叫Joseph 我正在中大經濟系讀書 我正在FDMT Research Team的Management Training 2 其實我們Research Team 每一天主要做的工作 就是在不同的Job Portal上 去做一個日常的Job Screening 其實我們的同事每一天都會去到 大學生用的求職網站 包括Genius,Jobs.tv等等 去做Job Screening的工作 其實我們就會根據我們既定的一些條件 例如公司的規模 工作的性質等等 在當中去screen一些合適 不同學系的同學的工作 放到我們的Data Base裡面 然後我們就會再對這些工作 去進行一步的分析 然後我們也會選一些 合適的工作放到JobEx 所用的JobEx的同學 讓JobEx的同學 可以最快知道現在市場上 有哪些Job Openings 是合適他們的 其實做Job Screening的工作 是令我增加了Job Market的認識 譬如以前在做這個工作之前 我可能只知道 香港的Job Market 上面只有幾個大項目 例如金融或地產等等 但原來透過Job Screening 我知道原來在香港 是有近百個不同的Sectors 和Perfection 而除了Job Screening之外 我另一個主要負責的工作 就是做Proposal 其實我們另一組的同事 Consulting Team 就會用我們做好的Proposal 去向大學 去介紹我們提供他們的服務 以及向他們展示一下 他們學系的畢業生 將來可以在市場上 找到什麼合適的工作 而我主要的負責部分 就是透過分析過去幾年 我們FD&T Screening的工作 去看看當中有哪些 的Profections和Sector 是合適某一個學系的同學 然後我們將他們歸類 並放到Proposal 以我最大的工作為例 我做了一份給經濟系學生的Proposal 其實做這個Proposal的過程 我發覺原來是 除了銀行或教書 這些職業之外 原來經濟系的同學 都可以在市場上 找到不同合適他們的工作機會 例如有Finance 入面的Financial Analyst Wish Analyst 或者是在不同項目的Operation Analyst 或者是在市場上的 市場上的市場上的 這些都擴闊了我們 全市場的認識 其實FD&T Gruber Internship 這個計劃 其實是一個 兼職的計劃 同樣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去做這項工作 雖然是這樣 其實公司也給了很多 足夠的支援我們 譬如說 最基本上 我們有內部 有很多不同的Guide Lines 去告訴我們 工作的流程是怎樣 而除此之外 在每個星期的Weekly Meeting 裡面 我們跟Manager 都會有很緊密的溝通 大家除了會去回報 我們工作的進路之外 我們也會一起去商討 如何用不同的方法 去解決我們現在面對的困難 所以我覺得在FD&T這裡做事 彼此之間 同事都可以給予很多支持我們 我會說一下 為何我會加入FD&T這間公司 其實最初是 我在大學找印象的時候 開始說起 其實當時 去找印象的時候 我都好像很多其他同學 都會遇到很多困難 例如發覺 市場上的競爭對手很強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 適合做什麼工作 但又發覺 都不知道去哪裡找到合適的支援 直到是後來 認識了FD&T這間公司 也加入了FD&T 工作了接近四個月之後 我就開始認同FD&T的理念 其實就是 透過向大學的Department 去提供 Discipline Specific Career Support 去幫到同學 去提升他們求職的技巧 擴復他們對job market的認識 從而增加他們找工作的自信心 而我也希望 我們FD&T的服務 可以幫到同學 找到一份他們喜歡的工作 去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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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